你像我舉例 我們台中市長盧秀燕 就蹭得船過水無痕 對不對 即便他抱著姿勢怎麼樣好看 難看大家自有評斷 那是什麼樣 他就是會蹭 蹭完你又不能嘴他 因為他沒有去講楊勇偉 是中國人的驕傲 他沒有講楊勇偉是什麼 中國後裏人 偽翹得很自然 所以他蹭完他也沒有多說 他也沒有雞婆夾講幾句 然後還上廣播解釋他蹭的話 他就哼一下就不見了 昨天半夜盧秀燕還有蹭 他拍一個全集的廣告 全集的畫面 不是廣告啦 就拍一張照片 然後下面最多的留言是 已經晉級了 要不要再發一張 沒有 盧市長睡著了 就不見了 然後今天啊 楊勇偉回來有接嘛 結果今天還有兩個台中的選手回來 盧秀燕就沒接了 也沒有人會嘴他 反正他就是不會扣分 他蹭得理所當然 這個就是會蹭 翁曉玲就是負面的典範 蹭到可以被人家拿出來 政論節目講 還上排行榜第三名 他說啊 他說這個喔 在台灣的時候 他講的是台灣賤額 在Facebook上面 然後去到微信朋友圈 說這個是中國人的驕傲 而不是無地方死 想到什麼講什麼 把自己當網紅再經營 這樣子的立法委員 看看我 看看我 就是等著被罷免 他是不過來的 他不分區沒辦法 前輩 把你氣死他不分區 我都說了吧 翁曉玲還是高雄人 你跑去嘴高雄的淹水 人家撤西人 他這麼喜歡高雄淹水 不會去選高雄市議員 翁曉玲去選高雄市議員 我去幫你助選 我看你有幾票 去選高雄市議員 找一區我給你單挑 你鳳山人 我給你選鳳山 出來 出來 翁曉玲出來 這個事情來看 可以分成兩個世界 第一個世界叫做 網路虛擬世界 在網路虛擬世界裡面呢 首先我們把他 就有人把這個片段 集結起來以後 加標加什麼什麼 然後開始詮釋 然後下面就有人說呢 好棒棒我原好棒棒 永遠支持你 爆爆爆下來嘛 然後呢 當大家給你暖心的時候 就活在那個網路虛擬的泡泡裡面 那是一個世界 但是呢我們還有另外一個世界 叫做實體的憲法法院 那實體的憲法法院呢 其實剛才小平哥 因為小平哥是籃球選手 籃球選手的那個 餘光非常準 剛才其實小平哥講了一個 很重要的事情是 整個事情是國常在主導 為什麼 其實有幾個小動作 要看了才知道說 當問題來的時候 球來的時候呢 我像是政治的傷害馬力 什麼我們會 他有個小動作 小平哥一定看得到 他那個小平動作是什麼 他問題來的時候 他叫你停住 停住 我來 我接 就好像籃球場一樣 舉手要求 我來我來投 結果呢 舉手要求 好像你很準嘛 結果發現了 你回答的東西呢 完蛋了 爸包 而且呢 連續好幾球 說他不傳球 又投不進是吧 他一直要求 他認為他最棒 你們都不要回 球讓我丟 單打 但是打出去以後發現說 不對啊 爸包 為什麼呢 我就直接用黃昭元 老師的這一題來回答 黃昭元老師那一題 其實他背後講的是585嘛 585的概念 一個很簡單的是呢 憲法62條63條是立法院的權利 更遑論台灣的國會叫立法院嘛 所以最重要的功能 第一個叫立法權 第二個叫做預算審議權嘛 對 所以呢 你所有的調查權 他就是工具性的調查權 就是為了要去實踐62條63條 這個宣法賦予的權能 所衍生的權利嘛 而不是查弊案嘛 所以當黃老師的那一題來的時候 你要怎麼接呢 你接對 我們沒有要查弊案 因為我要行使立法權 預算審議權 所以我做說這些東西 這個才叫做標準答案嘛 結果呢 這個東西 可能我覺得 可能其他的旁邊 那個臨時猛率是會打 或者是旁邊的翁老師 所以你們會打 這兩個可能投進的人呢 你都不讓他打 結果呢 我這個明示訴訟的 來說我來丟我來丟就落空 我覺得這個球隊 就跟曉明哥姐這樣 這個球隊要重整 真的能夠讓打球人上場 不要讓那些不行的球 再講一個東西 國民黨是個teamwork 這個黨團啦 有傳球搶籃板 有防守的 你知道有助攻的 這個其實 還是回到慘鬼啦 我認為 我認為他不是什麼 要求單打霸包啦 就是專門在噴垃圾化的球員而已 哪有什麼球技 有些人噴垃圾化會進 他就只有噴 有啦有啦 剛才朗東兄提到 台北市議會議事規則 我來講台南的 剛剛好的 台南市的議會的議事規則 第35條 一樣有反殖群 我要講的是什麼呢 我們把回到這個東西 第一級就暫時處分的時候 當有人問 有辦法把他問說 請問反殖學定義是什麼的時候 這個功課丟給的是黃國昌嘛 整個的team leader嘛 就黃國昌那時候答得不好 答得不好以後的話呢 你沒有辦法讓大法官 很滿意的去理解反殖群嘛 後來的話呢 我為什麼對葉律師高度的肯定是 他的那個30萬的狀子裡面呢 是他首次提到說 台北市政府的 台北市議會跟高 台南市議會的議事規則有反殖群 表示什麼呢 反殖群不是兄弟獨見的創禍的 是在議事規則裡面就有的嘛 所以到這個程度的話 你看看 很多人答不出來的東西 葉律師答到了 在狀子裡面達到了 台北市沒有定義什麼叫反殖群 也沒有罰則台北市 對 重點是沒有罰則 因為 這個就是重點的 就是說 好 因為一直以來 他就是議事規則裡面的 那你違反的話 我們就是用議會自律去處理嘛 那這一次 道德規範啦 對 那這一次的國會改革裡面 特殊的是後面 挂的居然是法律效果 後面還連結到刑事效果 這就糟糕了嘛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葉律師那個要繼續講下去的話 就是說呢 沒有錯 重點你講出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現在討論的這個東西 是有掛法律責任的嘛 你們議會就是沒有掛法律責任 要這麼辯論下去 可是精準的辯論是說 至少我再講一次 葉律師的那個狀子 是在四個狀裡面 相對能看的 因為老師你一定是看這個 憲法法庭看得非常仔細 我想要補充請教一個問題 因為黃國昌有被問到一個 有關於這個相關舉手的 那個表決的方式嘛 那他就講說 我有回答 只是我的回答你不滿意而已 那你覺得他為什麼會回答出這個 然後包括你怎麼評價 他在憲法法庭的表現 是這樣子的 當我們在學校裡面 問學生問題的時候 當我們有問題出去的時候 我們其他學生會有答案 當學生開始在閃躲 甚至把老師罵一頓的時候 那基本上這個學生 不是在答問題嘛 同理這一題 基本上還是那個問題 是說大法官開的題目 你答不出來 你答不出來 可以叫隊友幫忙 把球傳給隊友 那隊友射馬 這樣不是 他又沒有辦法回答 然後基本上來了 又你又投不進了 然後把裁判罵一頓打一頓 所以基本上我在講說 他不是在解決問題的方式 他也不是真心的 要沿線法訴訟 他只是要在網路的 那個虛擬泡泡 虛擬空間裡面 得到一個安慰跟溫暖 那以前學生時代的性格 就可以看得出來了嗎 沒有 以前學生時代不是這樣 就是乖乖下面聽 句號 沒了 所以你覺得現在的 他的行為表現讓你 覺得非常的勇敢 跟你講那個已經被關在地下室了 現在這一個是怎樣 跟你講十年前的黃國昌 柯文哲又不是長這樣 好 因為現反法庭上面 黃國昌有表現 翁曉玲有表現 吳宗憲稍微比較沒表現 那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翁曉玲 他在現反法庭之外 更引起了這個整個輿論的轟動 是什麼事情 我們來看 這個是台灣議題研究中心 他所做出來的 2024巴黎奧運 高明院事件 網路負面 網路負面聲量的排行榜 那第一個是 那個 就是英哥選區的 林玉婷拳手 那我們 他今天應該是要比 是不是今天整齊排 還是明天 總之他現在已經 11號的凌晨 要不是金就是贏 那我們當然希望說 他有一個好的表現 他這個性別風波 是26 26000多則的這個負評 然後詹家姐妹 第一場球就打 就是被人家直落二了 這個是12000多 那再來第三名 9700多比 就是翁曉玲說 林陽是中國人的驕傲 這件事情 這個負聲量 他自己好像也都沒有什麼意識 然後包括他的 他的那個辦公室 就被人家貼說 中國人教授 結果他說什麼 他說這個是學生的心胸 非常的狹隘 那柏惟我要請教 我們進一步看 他今天上廣播節目 他就講說 不管是從血緣歷史文化 我們就是同文同種 我就是中國人 不過他有但書 他要強調是 我講的就是一宗憲法 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中華民國 就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人 你為什麼一定要簡稱 叫做中國人呢 然後他還講說 我雖然不認同大陸的政權 但是不代表他不是中國人 我真的有一點不知道 我被他搞得非常的混淆 那學生說他是中國人教授的時候 他為什麼會罵說 學生心胸很狹隘 所以他覺得中國人的標籤 這是負面標籤 我要先剖渡一下 奧運的這個事情 利用政論的時間 講奧運 跟大家講 體育歸體育 政治歸政治 本身這句話就是一個政治 今天負面聲量的前五名 全部都是政治事件 全部都是政治事件 你要蹭 你也要蹭的有道理 蹭的船過水無痕 蹭的理所當然 比如說你平常就有在關心體育 平常就這個廣結善緣 平常就真的有付出心力 在相關的事務上面 你來蹭 我覺得很合理 蔡奇昌講棒球 沒有人會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真的付出那麼多 付出那麼多努力 但是翁曉玲 哎唷喂啊 來我們先講奧運 這五件事情分別 這個林玉婷的性別風波 這個是國際政治 這已經不是台灣政治了 甚至是體育上的這個組織政治 第二個專家姐妹的爭議 在於說 她在球場外的表現 讓人家覺得包含體重控制 然後包含他們跟協會之間的關係 會讓人家有所質疑 那第三個就是翁曉玲 稱林陽佩是中國人驕傲 這個坦白講已經接近是 我覺得真的是要看 你信什麼就看什麼了 這個你看是要看醫生 看神明 看佛祖 看媽祖都好了 這個叫做奧運轉播爭議 這個其實跟政治也有關係 因為各國對媒體 還有公視的定義不一樣 所以引起一些公眾人物來討論 最後一個開幕式爭議 可能大家比較不知道 開幕式的時候 因為法國的表演 他們的思想比較開放自由 所以有一些可能看起來 比較中性的 甚至是具有一些暗示的 比如說一個房間裡面 有三個人 然後把門關上 結果在這樣子的表演現場裡面 有小孩子在場 所以有在國際上 這個在國際上 可能整個是反過 也不會整個反過 這個第五名可能是第一名 因為引起軒然大波 所以體育歸體育 政治歸 你像我舉例 我們台中市場盧秀燕 就蹭得船過水無痕 對不對 即便他爸的姿勢 怎麼樣好看 難看大家自有評斷 那是怎麼樣 他就是會蹭 蹭完你又不能嘴他 因為他沒有去講 楊勇偉是中國人的驕傲 他沒有講楊勇偉是什麼 中國後裏人 偉俏得很自然 所以他蹭完 他也沒有多說 他也沒有雞婆 假講幾句的 然後還上廣播解釋 他蹭的話 他就哼一下就不見了 昨天半夜 盧秀燕還有蹭 他拍一個全集的廣告 全集的畫面 不是廣告啦 就拍一張 拍一張照片 然後下面最多的留言是 已經晉級了 要不要再發一張 沒有 盧秀燕 市長睡著了 就不見了 然後今天 楊勇偉回來有接嘛 結果今天還有兩個台中的選手回來 盧秀燕就沒接了 也沒有人會嘴他 反正他就是不會扣分 他蹭得理所當然 這個就是會蹭 翁曉玲就是負面的典範 蹭到可以被人家拿出來 政論節目獎 還上排行榜第三名 他說 他說這個 在台灣的時候 他講的是台灣見額 在Facebook上面 然後去到微信朋友圈 說這個是中國人的驕傲 那就算了 我跟你講翁曉玲多會秤 你注意看他的帳號是寫 翁曉玲括號國立清華大學有沒有 他為什麼要寫清華大學 我後來才發現一件事情 中國也有清華大學 沒有沒有 他不是寫國立清華大學 他是寫新竹清華大學 新竹不是國立 他的意思就是 我們還有一個清華大學 我是在新竹的清華大學 我跟你講這個概念是什麼樣 就像台灣的榮總一樣 對中國來講 台灣的榮總是最強的意願 因為他們那邊的阿兵哥 阿兵哥的意願是最好的資源 所以他認為全世界的軍醫院 都是最好的資源 所以這個時候你說 你在台灣榮總上班 他們會覺得 哇 你是神明班的存在 所以2008年之後 馬英九有開放那個 所謂的醫療觀光 我有認識很多這樣子的 旅行社相關業務 但我們回來講翁曉玲 來 翁曉玲 你既然要這樣子講中國人的驕傲 你也覺得是驕傲 你也覺得是中國人的驕傲 沒有人需要他的認同而道歉 那我就問你 你的學生跑去貼你 中國人客座教授的時候 請問你為什麼要出來回應 他說你是中國人教授 翁曉玲女士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說人家心胸狹隘 你講別人就可以 別人講你就心胸狹隘 那你在評論這個林洋沛的時候 你的心胸就特別寬大嗎 還是是心事寬大 所以你笑場我就要問你 我有聽懂 聽懂就好 左心事 右心事 所以翁曉玲他是雙重標準 他的雙重標準不只對外 對內也一樣 所以突然覺得他又標準一致 什麼叫對內一樣 他連對父親跟母親的家族 都雙重標準 來 他的爸爸叫翁曉雄 客鄉了啦 他的阿公叫翁中士 那個會賜一票的那個士 這個翁中士 我們去查 他是日治時代 加藤會社 會社就是公司 大家騰會社就是日本人 利用台灣的華人身份 作為跳島在東南亞做生意的 一間商業公司 除了當戰爭的這個南向基地之外 同時也是因為有華人身份 又懂比較我們說所謂當時 托亞入歐軍國主義的日本帝國 他們的這個商業模式 用比較進步的文明 然後去跟這個其他地方的華人做生意 這個是當時在加藤會社 換個方式講啦 當時七七事變的時候 你阿公也有幫忙到啦 講出爐一點就是這樣子啦 如果你真的那麼討厭的話 那你今天要改姓吧 他怎麼會講出豎典旺族 他都忘記他阿公的這個 祖父的這一趴 爺爺這一趴 我也沒有跟你計較什麼 因為認同是大家的 但是翁曉玲明明就是一個 蚵仔韓籍 這個沒有負面名詞 我也是蚵仔韓籍 蚵仔韓籍 販子父親母親 是本省外省各一個 就是有一個台灣人 有一個後來跟國民黨一起來的 那我就很好奇 翁曉玲怎麼有辦法 把前半段全部都當作沒看到 怎麼有辦法 我自己也是父親這邊是本省人 母親這邊外公外婆 是跟國民黨一起坐船來的 兩邊的歷史我都瞭解 你們的口音相音 不同的文化習俗 80年前你們度過不同的歷史 我都知道 那我們想在台灣安生立命 所以我出來做政治的理念跟論述 翁曉玲講的話 是在抹滅他祖先的努力 他們阿公是台灣人做日本兵 後來是他們爸爸台灣人做中國兵 結果他自己變中國人 這個就是我們講直白一點 就是這樣子 你們爸爸那時候做中國兵的時候 這就是打共產黨的 結果現在 你對共產黨的態度是什麼 還是你也是要繼續支持反攻大陸 我講翁曉玲跟黃國昌的狀況 一模一樣 憲法去讀一讀 然後了解一下社會現實 你們講的很多議題 其實以前大家都討論過了 不管是藥統要讀 或者是要做五權三權的廢考簽 以前都吵過了 那現在的問題是具體而為的 我們要怎麼樣用什麼方式 去做到各自的理想 能夠有共同的未來 而不是無地方死 想到什麼講什麼 把自己當網紅再經營 這樣子的立法委員 看看我 看看我就是等著被罷免 他不分區 過來了 他不分區沒辦法 前輩 把你氣死他不分區 我都說了吧 翁曉玲還是高雄人 你跑去嘴高雄的淹水 人家笑死人 他這麼喜歡高雄淹水 不會去選高雄市議員 翁曉玲去選高雄市議員 我去幫你助選 我看你有幾票 去選高雄市議員 找一取 我給你單挑 你鳳三人 我跟你選鳳三 出來 翁曉玲出來 我心裡非常的不開心 作為立院榮譽顧問 看到立法委員 浪費人民的納稅錢 非常的難過 然後又看到學妹翁曉玲 然後在那邊胡言亂語 心裡非常的不平衡 我之前做到10月28號 那立法院薪水是先付 所以我有三天的薪水 他先給我了 給我之後立法院的秘書處 我也不會去計較 那個誰執政誰多數 那個公務員該做就做 他說委員不好意思 你有三天的薪水 可能要麻煩你歸還 我為了這件事情 我還要自費買高鐵票 從台中回到台北 繳繳 繳回我的薪水 這個叫做道德良知 這叫做人底線 這個叫做文化水準 可是我後來才發現 居然有國民黨的委員 他私底下跟我講 你那個就不用還 不用還也沒人找你要 這樣喔 我一聽嚇一跳 我視為巴德 理義廉恥就沒有交過 我這件事情 我後來去查 各位啊 原來在立法院裡面 國民黨的委員啊 從來不還錢 以前有一個委員 叫做李慶安 他被抓到雙重國籍離開之後 要求繳回立法院所得 一毛都沒有繳 後來他們有破壞立法院 藍綠之間打架 摔東西 綁鐵鏈 他們是噴機啊 對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黃國昌也曾經敲過玻璃 黃國昌那個時候不知道有沒有還錢 那個時候還有潑豬肉在地上 錢錢錢錢錢錢 幾百萬元 都是人民納稅錢 發動者是誰 都是國民黨 資金有沒有還 一毛錢都沒有還 結果我三天的薪水要還 我比較笨 所以我下來 我沒有那麼無恥 所以我不能當立委 今天這件事情為什麼會發生 早在他們提國會改革 國會擴權法案的時候 有沒有全台灣都跟他們講 在這個節目 在座的來賓 所有的法律專家學者 學界的像羅教授這樣子 有道德良知之士 有沒有出來跟國民黨民政黨講 這有違憲的疑慮 柯建民的話不聽 你可以聽我們的嘛 柯建民有沒有跟你講違憲亂政 你嫌這四個字不好聽 你有沒有違憲的疑慮 你吳宗憲自己受訪的時候 有沒有講過 可能有一點點違憲 今天這裡花的每一分錢 都要算國民黨的 因為你們是發動者啊 如果不是你們在那邊鬧的話 如果你們不聽信黃國昌的話 你們是罪大黨 院長是韓國瑜 你們要負責啊 結果呢 錢花出來了 翁曉玲顛倒是非 為什麼王定宇會知道 國民黨律師花了多少錢 民眾黨律師花了多少錢 這個是立法院的公開招標 是上網都看得到的 你做立法人沒做功課就算了 還三六八講 明明大家都查得到 還有一個可能 翁曉玲不會用手機 不會上網 那這樣子就是我誤會你 我也不會跟你道歉 因為你都胡言亂語 顛倒是非 所以這些錢 其實是上網查得到的 那查了之後呢 你不是解釋說 為什麼國民黨民眾黨有花錢 民進黨要自費 你理論上 你如果韓國的比較大半 雖然我們院內有一點爭議 意見不一樣 但是兩個三個黨團 你們要找議務律師 要找律師的話 我院長幫你們出錢 我們一起來辦 沒有喔 國民黨民眾黨的律師 院長怎麼可能幫你出錢啊 他演都演得很海派嘛 像那個講給輸海喝湯海 結果這個錢也在計較 黃國瑜也是很小氣 所以你看喔 國民黨民眾黨的律師 是立法院出錢 民進黨團的律師 是民進黨 自討搖包 自己出錢 對 好 然後講到行政院 這個 某些有敵意的記者 跑去用很尖銳的言辭 這個我私底下 在行政院的朋友跟我講 那個來挑釁的那個 問他說 你們行政院難道沒有花錢嗎 行政院有花錢 行政院資諸必較 大家在討論的那個叫李全合 他說我一個人可能 做辯護會很辛苦 他找了另外一個 兩個人收30萬 平均一個15 比國民黨民眾黨 找的任何一個人都便宜 然後還有一個叫陳信安 說沒有你們兩個30 那還有陳信安呢 陳信安是義務協助 因為他看不起國家毀陷亂政 看不起藍白顛倒是非 水準低劣 所以他自己跳出來當義務律師 我一聽嚇一跳 哇 你們這樣子還可以熬 洪曉玲還可以出來 在那邊鬼扯說 我們花了188萬的錢 那你們怎麼會知道 186啦 186 給你替你替兩萬 是怎麼樣 所以邏輯很簡單 誰是死造勇者 誰是這場車禍的製造者 國民黨民眾黨 花這一筆錢 誰決定要花的 韓國瑜也可以說不要啊 你們自己去請啊 沒有 韓國瑜決定要花的 花了之後還排除民進黨是誰 藍白兩黨 製造勢端的是你 排除民進黨的是你 最後再檢討費用的也是你 不就都給你玩就好 國民黨民眾黨當政治人物 不要當到這麼 謝釋謝眾